觀眾朋友晚安您好 歡迎收看1900重點直播 我是辛華為您新聞話重點 投票訊息我們帶來觀眾朋友來看到的是 康瑞台風路徑大轉彎 原本氣象預報預期他有機會成為川新台 但是隨著預報發現他的路徑逐漸向南修正 接下來很有機會從台東登落橫掃南台灣而過 我們先帶觀眾朋友來看到目前的路徑預測 今天目前他所在位置還在旅宋島這個方位 巴士海峽以南 但是隨著時間推移他們暴風半徑還有颱風中心 會逐漸北上移動的過程當中 有機會在31號暴風半徑出陸 屆時就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而1號也就是禮拜三 禮拜四這個中間的交界點的時候 對台灣影響會最大 而颱風中心會從台東登陸橫穿了這個中央山脈 但是他一路是朝東北方來行進 持續的向北前進 所以目前其實世界各國的路徑 預測越來越接近一致了 大概康瑞颱風的走向就是如此 所以這回台東的觀眾朋友們 您的家園房台作業更要做好了 因為會首當其衝 而最靠近台灣的時間點落在禮拜四 暴風半徑也非常的驚人 已經來到了300公里 而康瑞現在呢 有機會是以中台上限的規模 跟等級侵襲台灣的 所以風力還有雨勢不容小覷的 而根據氣象預報顯示呢 隨著這個暴風半徑還有颱風中心的移動 一開始所以會明顯感受到降雨的 特別是在周三北部還有桃園地區 雨勢就會開始明顯 而晚上呢花東跟恆春半島接力下雨 周四周五凌晨呢 可以說是風牆宇宙最為劇烈的時候 而整個台灣幾乎都在它的影響範圍 今天超晚的5點40分 就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而在明天的凌晨到上午左右 也可能會發布到陸上的颱風警報 周二傍晚發海景東南部海面 巴士海峽全在警報範圍 預估周三星辰發陸警 暴風圈出陸時間也在周三 明天的這個時間點 下午的大概5點前後呢 整個暴風圈就會接近到 整個近海的這一帶 可能在深夜左右呢 整個暴風圈就會開始影響到 台灣本島的陸地了 康瑞路徑比起上一報沒有太大變動 登陸點仍然維持在台東一帶 會有比較多的這個預報指引是集中在 偏向花洞以及恆春的這一帶 不過呢還是要提醒大家留意 颱風的環流以及台灣地形 這之間的交互作用是相當複雜 所以說還是要看屆時它整個 接近到陸地以及登陸的附近的狀況而定 康瑞增強速度再變快 預計到達巔峰時間 提前到週三上午8點 就會來到中台上線 降雨圖也能看到 週三原本在宜蘭最劇烈 現在花蓮山區也都下到發紫 北東都有明顯降雨 週四週五仍然是最劇烈的時候 幾乎全台呈現紫色紅色白色 東半部會達到局部大好雨 甚至超大好雨 其他地區都有局部好雨 週五白天北東才會趨緩 但是中南部還是有大雨 週三開始各海面浪高 四米以上 東南部甚至可能到達八米 週四週五各海面超過五米 東半部恆春 藍雨綠島八到十二米 颱風期間風強雨重浪又高 要小心安全 提到新聞綜合報導 好 那我們感謝線上網友留言給我們 就乘量說康瑞是不是阿嬤養的 怎麼變胖變大這麼快 其實就是由於太平洋的海溫 跟水氣條件足夠 所以康瑞是迅速的變大 不過即使接觸到本島過後 也有可能會因為地形破壞 希望也可以消減它的威力了 那麼觀眾朋友不曉得 您的這個颱風被糧 或是房台準備做好了沒 是不是忙著搶菜 或者是有哪一些房台的配備 也歡迎在留言區 與我們留言互動 而今天呢其實風雨欲來 海上的作業人員最先感知了 今天呢在花蓮港外海 就有外籍的貨輪向外來求援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颱風還沒來 但海上已經十分的惡劣 那麼呢就有一名這個 外籍的菲律賓籍船員 他的手在作業過程當中 不小心受到穿刺傷 最後呢是有直升機吊掛他救援的 而整個救援過程當中 可以說是相當的驚險 風大浪也大相當的不穩 而今天在北台灣的部分 宜蘭跟基隆都已經觀測到長浪 從高空飛到貨輪上方 瞄準好位置降落 傷者馬上坐進吊欄 要趕往醫院 花蓮港外海 29號清晨6點多 東南方兩海里處 一艘馬少爾群島及貨輪請求支援 由一名菲律賓籍船員 右手掌穿刺性骨折 但因為海鄉惡劣 海軍艇無法靠近接駁 因此向空行總隊申請協助 最後也平安將人接回送醫治療 但過沒多久 山區也出現狀況 女山友坐在地上待救 這裡是齊來山內 43歲的黃姓女子 下山途中不慎摔倒 右腳踝扭傷難以行走 消防局火爆後 集結人員入山 並向空行總隊提出申請 幸好山上目前風雲不大 直升機都能正常起降 不過在海邊恐怕有些危險 通天上午 新北野柳外海一度傳出 因為風浪太強 導致載著橋氏基的輪船擱淺 在海上停車 但船公司也出現澄清 因為它船載的東西比較高 希望有那個有協助啦 這樣子它並不是叫美的耶 原來只是靠岸邊太近 速度緩慢 又因為負載過重 才會使用無線電請求協助 許經一場 東部外海還有北海岸的風雨 逐漸增強 這張氣象署29號 也針對基隆 北海岸東半部沿海 綠島蘭嶼 恆春半島 馬祖 澎湖等地 發布了長浪即時訊息 台東觀測到至少有三米的浪高 然而中國大陸的海警船 還是照樣逼近 中國海警第四六零三 立船已進入中華民國 進線至水域 29號上午金門海巡 發現四艘大陸海警船集結 進線至水域附近 立刻出動 並且廣播驅離 兩小時後才離開 海上惡劣 大陸海警接連兩天 來攪局 DBBS新聞綜合報導 好 那麼也有觀眾朋友留言 到底康瑞颱風 這回又是誰來命名的呢 康瑞颱風呢 其實是高棉語 是由柬埔寨提供的名字 而在柬埔寨的民間傳說當中 康瑞是一個山明 也是形容一個漂亮的少女了 而再來我們繼續帶觀眾朋友 關注到的是很多人呢 都開始提心吊膽的 因為期盼已久的演唱會 會不會碰到康瑞攪局呢 這已經是睽違好久好久 11年沒有在台灣開唱的 香港天王劉德華 那麼呢 10月31號到11月3號 前兩場在台北的演唱會 恐怕呢也是康瑞颱風 以中台巔峰之姿 登陸台灣的時間點了 但是到底要取消還是不取消 我們的娛樂記者呢 求證主辦單位哦 他們都說呢 只是要跟著政府的指令開始走 所以他們現在還沒有辦法給切缺的答案 但台北市一旦放颱風下 恐怕這些粉絲就無法進場聽演唱會了 粉絲等了好久 劉德華終於要在31號起 1點4天在台北小巨蛋執行他的演唱會 不過現在有點頭痛的點在於說 康瑞颱風可能會在差不多的時間點 來影響到台灣 到時候如果說嚴重到發布停班課警戒的話 那麼劉德華的演唱會 也不可能會連帶造成影響 等了11年 劉德華就快要唱進小巨蛋了 偏偏31號將是康瑞颱風 影響台灣最劇烈的時候 屆時台北市的風雨不容小覷 可以看到在台灣附近 是盛行一個東北風的環境 而隨著台風的環流逐漸的接近 它本身也會加劇這個東北風的情形 因此我們也有發布 陸上強風特報持續的提醒大家 都可能會有9到12級左右的強震風 演唱會能不能如期舉行 一切得看台北市政府 宣布是否停班課而定 過往就有搖滾天團幫喬飛 人都已經飛來台灣 卻遇上強台杜鵌 兩場演唱會忍痛say goodbye 我們只想大家知道我們很抱歉 因為台風 政府稱為台風天 希望我們可以回到台灣 無奈幫喬飛就沒再來過台灣了 今年10月的山陀爾颱風 也讓粉絲聽不見 三度抵台開唱的美國樂團 Lanny現場演出 雖然當時不少歌迷抗議 演唱會的室內為什麼要取消 不過外頭風搶宇宙 粉絲冒雨追星還是有風險 今天會有颱風嗎 然後我就看著另外一位嘉賓說 我們就對著Vivian說 不會 2022年的軒嵐諾台風 徐若瑄就在小巨蛋風雨無阻開唱 當時台北沒有停班課 小巨蛋內也聽不到外頭的風雨聲 如今康瑞台風強碰滑仔公彈 恐怕買到票的粉絲 頭一次這麼希望 台北市不要放台風架 否則不曉得男神多久後才會來台開唱 TVB新聞 范園軒 吳俊瑋 楊慈欣 江柏鈞 台北報導 好 那麼到底會不會放台風架呢 其實還是要看風力雨利的這個 專業評估的氣象數據 來由縣市政府來決定了 所以恐怕呢 接下來台北市長蔣萬安的壓力 應該會非常大吧 而與此同時呢 恐怕也是讓康瑞颱風搶局的 還有五月天的公益演唱會了 先前五月天就說看到了 花冬受到強震的影響 觀光產業受到重創 所以呢 願意回饋地方到花蓮開演唱會 而相信一月卻宣布 這週末一路向東的公益演唱會延期 而現在呢 這延期的連鎖效應呢 恐怕會影響相當大 因為在地的業者 像是夜市的攤販 伴手禮店 他們都是因應人潮來加緊備料 而這個演唱會延期過後 飯店呢更是頻頻接到退訂電話 住房率開始出現腰斬了 很多旅宿業者在接電話的時候 都拜託消費者 能不能保留訂金 還是來花蓮玩 真的是讓人相當同情 人員來來回回 忙著將搭好的舞台通通拆掉 五月天即將在 11月2號3號到花蓮 舉辦兩場公益演唱會 結果遇上颱風搶局 29號上午 相信音樂宣布 一路向東表演將會延期 不只歌迷失望 在地店家也受到影響 所以五月天要來的這幾天 其實我們準備的量 大概是前一陣子的五倍的量 好險距離活動日還有幾天 商家還能應變 然而東大門的夜市攤販 也預估人潮滿滿 備料增加許多 這家遊客都來不了 可能爆銷了吧 那些備料怎麼辦 沒關係 還是要準備 店家表示沒辦法 只能樂觀看待安全最重要 餐飲伴手禮業受到影響 而飯店旅館也頻頻接到退房電話 由業者同期消息發布後 已經有兩成左右的退房率 工會也預估恐怕會退到剩下一成 也因為定型化契約的關係 陸上警報發布前無法全額退款 需要著收一半的訂金費用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也會幫大家 把這個訂金做優先保留 延期處理 畢竟是遇到颱風 業者大多希望民眾 可以延期保留訂金 之後再來花蓮灣 推出最久可以保留三個月 有業者放寬標準 就算沒有發布陸景 訂金也會全退 然而相信音樂宣布延期 許多歌名粉絲也在推估 猜測會不會延到12月初 因為11月12號到24號 他們會在上海開演唱會 而12月底則在桃園出席跨年表演 有可能會在這之間 不過這也都是革謎期待 到底何時還是要等官方宣布 TVBS新聞高轉藍亭 花蓮彩鳳報道 好 最後提醒大家 康瑞颱風週三週四 影響臺灣作為劇烈 趕緊做好房台準備 最新的停班課資訊 歡迎鎖定我們的新聞直播了 而再來社會焦點 我們帶您關注到新北市中和今天發生命案 而駭人聽聞的是 居然是房客拿刀殺害了房東 而這名房客在案發過後 第一時間不是選擇報警 而是整理好自己的服裝儀容 帶著契約到派出所自首 而根據瞭解 原來是房東登門去索要相關的費用 兩人在清晨五六點多的時候發生了爭吵 而這名房客呢 就拿著長約60公分的拐杖刀攻擊房東 導致女房東倒臥在廚房 滿身是且最後不幸不治 而根據瞭解 其實附近鄰居發現 他們早就不是第一次引爆了口角衝突 前一天晚上才聽到曾直升 而今天早上聽到曾直升之後 沒想到現在居然出了人命 而這名男子呢 他同時還撫養一名19歲 有身心障礙的兒子 現在自己犯下了殺人罪 誰來照顧兒子也成了疑問 原警告知權利但兇嫌 忍不住再強調是自己來自首 以上權利是否了解 我是自首的 穿著灰上衣的張心男子 殺害房東之後 竟然不是馬上報案 而是整理好才到警局自首 背著大包包裡面裝的不是犯案工具 是兩個人簽的租屋契約 命案發生在新北市中和 上午時間但前一晚 就有鄰居聽到吵架聲 沒有想到吵到最後房東慘遭殺害 有鄰居套漏被砍死的鴻姓房東人很好 有鄰居套漏被砍死的鴻姓房東人很好 還是前永和市長洪一廷的新妹妹 出租房子租到連命都沒了 專案小組調查 六十七歲的張心男子帶著十九歲的兒子同住 今年租屋後常跟房東吵架 連峽區遠景都經常來協調 案發現兒子外出 沒有想到房東房客又吵起來 房客公圈不滿房東罵人的字眼 才引發殺機 拿起買了多年的行刀砍下去 死者身重十多刀倒在廚房 張信雄賢原本帶著兒子住一起 可以隨時照顧 卻因為一時氣憤 對房東痛下殺手 雖然選擇自首得減輕刑責 但他辦的是殺人案 殺害一條人命 這下兒子誰來照顧 而兩人究竟有什麼樣的深仇大恨 最後會以鑑血命案作為結局呢 根據瞭解呢 警方詢問過後發現 房客不滿房東說好每個月房租六千塊 七月份成租過後 房東屢屢上門追討水電 或者是冷氣費用 所以一個月要花到九千塊錢 那麼房客相當不滿 覺得違背了過去的這個租屋的契約 三個月之內他們吵了十幾次 這是光是有報警的紀錄 而日毀呢他退租之後 跟房東來追討一些補償的費用 雙方吵了起來 辛仇舊恨 釀下了殺雞 晚上八點多回到住處 就再也沒有出門 這是受害房東的最後身影 在家中和房客爆發爭執 沒想這回遭到殺害 屋內地板滿是血跡 從外頭到房內通通都是 死者遭遲刀追砍 逃跑想要掙脫 但嫌犯不肯停手 行凶完之後嫌犯自知闖下大禍 獨自背著包包出門 騎腳踏車到警局自首 說自己殺了人 房東房客住在一起 怎麼會釀成殺雞 嫌犯是在今年七月的時候 在路邊的布告欄 看到了亞房出租的廣告 和房東聯繫之後就入住 只是他不滿房東 明明說好六千元的房租 卻不斷的加價 因此多次爆發口角 六十七歲張姓嫌犯公稱 說好六千元的房租 但房東都會加收水電冷氣等等費用 每個月加房租大約九千元 多次為這件事情起徵職 今年八月到十月 就有十七次的報案紀錄 這回嫌犯說要退租 要求退還一萬五的押金之外 還要求房東多給賠償金 被拒絕後再起徵職 這回揮刀殺人 租給嫌犯的洪姓房東 是錢永和市長洪一平的妹妹 但兩人似乎很少聯絡 兒子人在加拿大 得飛回臺灣處理後事 妹妹媳婦和孫子先趕到派出所 了解狀況之後 回到案發現場 至於嫌犯的兒子 早上六點多就出門 父親七八點和房東吵起來 九點動手殺人 兒子接獲通之後 也被帶回派出所釐清案情 最後排除涉案 但因為特殊狀況 被保護管束 由社工陪同協助安置 張姓嫌犯沒有工作 靠著積蓄生活 為了錢和房東長期嫌隙回刀砍人 他公稱這把長刀是多年前買的 一直放在房間 但用途交代不清 這回成了殺人兇器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觀眾朋友帶給您最新消息 前台北市副市長 因為涉及了金華城容積變更率案 目前檢方是申請延壓 剛剛稍早我們收到 來自法院法官的最新裁定 結果是積壓境界 也因此彭政生得再被壓兩個月 而根據了解呢 再度積壓的起算日期是11月2號 而再加兩個月 這形同它是明年元旦過後1月2號 才有機會解除積壓 恢復自由之聲 這是我們收到的最新訊息 不過今天柯文哲的王牌律師團 也沒閒著到法院月券 而由於停期可能會碰上颱風架 並且機率跟可能性相當高 是否會提早開庭超前部署呢 北院說目前已經預留的停期 一定會在柯文哲的積壓期滿前開庭 並且也會做出是否延壓的裁定 下午1點多 柯文哲委任律師鄭聲援抵達北院 律師會擔心主席的延壓期期前嗎 今天是月券 法院將月券開庭分成兩天 王牌律師團全到齊 要為月底柯文哲的延壓庭備戰 三名律師同樣受到限制 閱覽方式的挑戰 以往都是月券完直接開庭 這回間隔一天 所以按規矩說 月券完後的手抄筆記不能帶走 得先交由院方保管等31號開庭 再還給律師 除此之外 恐怕還得擔心天氣攪局 若31號放颱風架 就會順延一天開庭 但如果連放兩天颱風架 就得在週末開庭 還必須在週一積壓到期日前裁定 那會超前部署 提早到30號開庭嗎 北院說已經有預留停期 一定會在積壓期滿前開庭 並製作裁定完畢 而就在氣氛緊張的同時 有週刊爆料 民眾黨立委黃珊珊 曾密會威京集團主席審慶金 海收集團子公司中工機械 超過20萬的政治獻金 政治獻金有政治獻金法的規範 所有的政治獻金都是公開 而且入實申報 黃珊珊一口氣 公布藍綠13名政治人物 其中民進黨立委邱映營 在108年11月也就是大選 更拿過中工機械50萬 名單裡還包括許多藍營名單 合法捐款 合法申報 你講自己就好 合併成別 精華承愛黃珊珊角色 漸漸浮出檯面 週刊還爆料 2020年朱雅虎 帶著審慶金及柯文哲 某天上午在市長市密會 下午就找黃珊珊卡台 拜會跟密會是兩回事 他到市府拜會 然後會到辦公室來打個招呼 這個是很正常的事 不願再挨打 民眾黨主動出擊 往後每個月委託求真 促民調 政策會也將佈局往後選舉 畢竟若繼續聲陷 讓柯文哲司法低潮裡 黨無法走下去 體別新聞綜合報導 不過柯市府任內的金華城案件 現在呢 蔣市府也被視為燙手山芸 今天呢在台北市議會 就有市議員質疑副市長李四川 是不是在圖利中華工程 不過李四川表示 我沒有要選舉殺我做什麼呢 而與此同時呢 跟李四川一樣 被視為是新北市長選戰的 熱門人選之一 立委洪孟凱 今天他要兌現自己的季品文 發出了一百片的雞排 和一百杯的手搖飲 一手雞排一手飲料 國民黨立委洪孟凱對信承諾 只要兄弟相贏得總冠軍 就發放一百杯手搖飲 和一百片雞排 對信承諾 對線紀品文同時也要選民牢牢 記住自己 孟凱這幾年的表現大家有目共睹 希望能夠傳承新北市的衣箔 讓國民黨更年輕更有活力 自己沒表態選新北市長 但旁人卻忙著敲碗 同樣沒表態也被點名的還有他 雲品也出四十七塊 就把它變成副攤牌 傳出有萊茵高層歷見 前文建會主委聖志仁選新北市長 但對此他說 沒時間回應 簡單說明沒有的事 至於另一位熱門人選李四川 則被指控圖立中華工程 李四川副市長 他真的以為他是新北市的太上皇 民進黨議員質疑 四零三大地震 造成新北環狀縣七處嚴重錯位 但負責發包的北市不只沒扛責 也沒要求施工廠商 未經集團下的中工負責賠償 對此李四川表示環狀縣 不論是興建合約或是營運合約 當下他都不是新北副市長 可見卓冠廷根本不用勾 還說殺我幹嘛 我又沒有要選舉 2026誰來選新北 儘管當事人沒表態 卻已成為對手鎖定目標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好不少男性朋友心中的tone 就是法際線 沒想到卻成為了朝野立委之間工坊的焦點 原來先前呢 整民進黨立委許智傑嘲諷 國民黨立委葉元之法際線有點高很鮮老 而今天呢他在院會質詢時就提到 國人的法際線這麼高 政府可是有責任的 不過這可能讓主席台上的立法院長韓國瑜 有點心有戚戚恩 只能自嘲自己的法際線是最高的 讓現場笑成了一團 還有行政院長佐龍泰也撥起頭髮 他就說你我生存在一樣的環境中 就連主席台的韓院長也被cue到葉元之這法際線問題 主院長想控管表情真有難度 我們國人的法際線高不高 會不會掉髮 其實政府也有責任啊 你我都生存在同樣的環境當中 所以要我 我的時間比你長 那個這個頭髮會掉喔 謠傳是酸譽比較多 佐龍泰還摸摸自己的頭頂 只要當事人不尷尬的問題 在備詢台上都得接招應對 而國民黨立委關心另一個民生議題 堅持全部合法嗎 我想整個的一個採購程序合法 但是他有行政瑕疵 談到超私進口袋的農業部長陳俊濟 才以被告身份被北檢約談三個小時 吳寶請回後隔一天現身立法院備詢 其中局委有對您做過任何相關的指示嗎 符合我們的公務的一個遊戲規則去走的 強調行政部門一切依法處理 指是否應停職好好接受檢調調查 我也會當場在這裡要求 部長要全力配合司法的調查 假設陳部長不幸被起訴 那需不需要停止 那我就依法辦理 院長秒達展現態度 指立委質疑同樣被立委被告的 關鍵人物之一的超私負責人 清雲橋女兒吳玉菲 人在日本卻未反國說明 徐子瑜同樣在日本 就北檢就火速的將他通緝 請問院長這樣雙標的檢調調查 是不是說查到哪就辦到哪 不約他回來就不用查了 委員是覺得哪一件不對 先是反問幾點在哪 但因為時間已到院長來不及說明 畢竟被立委被告 兩人都在日本 但辦案方式不同觀感上 確實引起疑慮 鐵別信文化這次連續 照著台北廠都到 好現在時間7點半 來關心氣象時間了 慧仙晚安 新華晚安 觀眾朋友們大家晚安 好相信觀眾朋友相當關注 週三週四康瑞颱風即將來襲 據說這暴風半徑不斷的長胖長大 其實全台灣都會在暴風半徑的影響範圍當中 那目前最新動態如何呢慧仙 好沒錯我們就來關心康瑞颱風的最新動態 那麼您看到現在旁邊這張圖就是衛星雲圖 而這團白色很大一團的白色的 它就是康瑞颱風 而且從今天下午開始 您會看到它的颱風眼已經清晰可見 代表的就是說強度持續的都在增強當中 而且我們就看到在最近三個小時來說 它的暴風圈還有它的速度都持續的在增強 而且長胖也長大 持續的往台灣的東南方海面來移動 而且我們預估它在明天白天就會達到暴風半徑300公里 那麼如果達到這樣的數字 大家可能沒什麼概念 那代表的就是說在台灣今年來說 它很有可能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暴風半徑 達到300公里的颱風 也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大顆 那麼預估說在最快明天的深夜的時候 它的暴風圈就會來觸入 那麼台東跟屏東當然是會被先碰到的 而什麼時候會發佈陸景 最快最快就在明天的時間 在後天禮拜四的深夜也會來發佈了陸上警報 那麼再來看到的就是我們看到現在它的最新動態圖 那麼持續的都在往這個東南方的方面 東北方來移動之外我們看到 它可能在花蓮台東一帶登陸之後 就會從西部沿海來離開 緊接著到台灣海峽之後就會往北來做移動 所以我們看到目前上它的路徑上雖然還會有變動 不過目前各國模式的預測都是差不多的 也能看到它的進一步資訊 包含就在東南方鵝鑾鼻的720公里之處之外 持續往西北方向來前進 另外速度每小時14公里比之前更快了一點 而風速每秒43公尺相當於14級風 正風也有每秒53公尺相當於16級風 7級風暴徑來到了280公里 剛提到了會繼續來增胖之外可能達到300公里 不過目前大家也會關注說到底這登陸的時間 以及地點在哪邊 我們也來看到目前這是模式路徑的示意圖 也就是各國現在的整個系集圖示 那麼大概您會看到當然比較多的都是 往這個花蓮台東以及恆春半島一帶來登陸 不過當然也有北修或南修的可能 以南修來說有人說可能從這恆春半島來登陸 也有人說乾脆不登陸了可能就會從巴士海峽一帶 就直接的離開或者說往北一點當然就是宜蘭的地方 花蓮要多加留意 不過目前不管他怎麼樣來走要跟大家說的是 不管他走哪個路線對於台灣都是有影響的 整個風雨也會一天比一天都還要大 我們來看到目前來說在今天的時候 主要還是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所以在今天來講在北部地區東北部有明顯的雨勢 特別在陽明山晴天岡破百毫米之外 在宜蘭也有雨在南俄的地方有達到了90多的毫米 而從明天的白天開始降雨持續的就會增加了 從北東地區開始會先有雨 我們看到在基隆北海岸地區宜蘭在整個北部東半部都有雨之外 也要防範有大雨出現的機率甚至是豪雨也不排除 到了晚上開始雨是更加的劇烈 看到一塊整個東半部地區都是紫色紅色的 尤其時間越晚的時間 花東地區恆春半島還可能出現了豪雨等級 那麼未來一週整體的進程我們要跟大家來說明了 一天比一天當然剛剛提到雨勢都還要更大之外 影響最劇烈的時間點就是禮拜三的晚間到禮拜五的清晨 那麼這段時間來說雨勢風勢都很強 而且我們剛剛也提到了整個暴風圈會持續的來擴大 那麼什麼時候會發布陸上警報 我們也會來跟大家進一步說明最快的時間 就在明天清晨的5點30分 那麼還跟大家說的是在深夜的時候 就會碰觸到這個暴風圈的範圍了 所以持續關注最新的動態囉 那麼看到從今天剛提到颱風逐漸的在增強當中 而且也接近我們 那麼整個風浪在月晚的時間點就會逐漸的來增強 尤其沿海地區會有長浪發生 再來看到在明天白天的時候風雨逐漸的增加 所以在明天白天開始北東地區會先有雨 再來的則是晚上到禮拜五的清晨影響最劇烈 我們看到特別就在東半部地區首當起衝 還有恆春半島、屏東山區 通通都可能有大好雨甚至超大好雨的機會都有出現 再來呢低熱影響的地方 則是在南部地區、北部地區、中部山區 以及在各個地方通通都有好雨出現的可能 至於西半部地區當然相對的東半部來說 雨是沒有這麼的明顯 但是呢當颱風它過山之後抵達到了西南部 同樣的也會有雨 只是相比東半部地區這降雨的時間就沒有這麼的長 不過還要留意的是在禮拜五的白天的時候 中南部地區因為它已經抵達到了這個西南部 所以也會有大雨出現的可能 但是相比前幾天來說 禮拜五的雨勢已經比禮拜三禮拜四趨緩了非常的多 什麼時候颱風才會走呢 那麼就要等到禮拜六的時候 其實禮拜五下半天慢慢的雨勢 風勢都會逐漸減小 不過禮拜六這一天其實還是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所以各地區當然還是有一些震雨之外 沿海風浪也要注意 至於我們剛提到了在陸上搶風 今天持續的就在發佈囉 我們看到從今天晚上開始 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所以包含在蘭嶼有10到11級 原因是因為它裡颱風 其實目前來講是最接近的 那麼另外9到10級的則是在桃園到雲林沿海 以及恆川半島 綠島 澎湖 通通也在範圍 而從禮拜三到禮拜五開始 整個沿海風浪都很大 所以提醒您海邊活動 山區都不要去 特別我們看到在11到12級是 苗栗到雲林沿海地區 蘭嶼 綠島 澎湖也都有之外 9到10級的是台南以北沿海 恆川半島 馬祖 里島地區 通通都是涵蓋在內 特別我們要提醒您的是 在颱風中心附近 這沿海的風浪可能達到12到13級 所以非常的強之外 在今天的時候在沿海地區 也已經有3米的浪高 那麼明天開始4到6米都有機會 所以要提醒您未來一週的天氣變化非常的大 直到禮拜五的白天下半天之後才會趨緩 要隨時注意天氣資訊囉 再把時間交還給新華 好的 我們謝謝惠仙的提醒 所以明天入夜過後呢 風勢雨勢會漸強 那麼最快呢 在明天清晨暴風半徑就會出入了 我們謝謝惠仙的提醒 而緊接著我們大家觀眾朋友 持續關注到的是 其實接連好幾個颱風 是否讓你防災或災後重建 很來不及完成 又要迎接下個颱風 現在呢在高雄有很多居民呢 都在市長的臉書貼文下面請求 說能不能幫幫忙 清清水溝來扶正樹木 由於先前凱米跟山陀兒 導致幾乎半個高雄都已經淹水了 看得出來很多民眾淤寂猶存 高雄林園區軍營前的道路 有一堆堆的樹木還沒清除 出動大批軍人把樹枝搬上軍卡 而這些都是上次山陀兒颱風來時 倒塌的路樹 山陀兒颱風讓高雄市超過2000棵 路樹倒塌 至今還有部分地區的路樹 是還沒有清除完畢的 而康瑞颱風來勢鬆鬆 不少民眾非常擔憂 真的很嚴重 那有些地方都是電線趕倒 然後路樹全部倒了 或是人家的家裡的一些鐵邊 廣告 抓牌 還有車子停在外面也就是 那個玻璃也會破啊 擔心嘛 擔心是一定會的啊 台風真的很大 會擔心不是沒有原因 林園區的彈坪路上路面攤風 出現一個大洞 狀況到現在都還沒排除 只能先用交通追示警 現在康瑞颱風逼近台灣 而市長陳其邁在臉書發文 提醒民眾做好防台準備 就出現不少網友留言問市長 水溝清了嗎 樹木扶正了嗎 很多客戶在人舞 然後直接都是飄飄合 水溝內滿滿淤泥 清潔隊人員使用高壓水柱 將泥土軟化混合後 再用抽水管搭配上鐵勺清淤 市府動起來 鳳山溪也派出怪手清理土石 因為凱米山陀兒帶來的驚人風雨 高雄買木窗儀 沒颱風的時候他們也是有來過 都用吸的 把那個水溝裡面的汙泥全部吸走 一些水扎門或者是抽水機 我也請水力局的水情中心 隨時在監控 康瑞颱風路徑逐漸往南修 增強微中台之後 預計30號下午外圍環流 就會逐漸開始影響台灣 市民憂心忡忡 也希望市府能提前清淤整理樹木 避免悲劇再次上演 TVBS新聞 吳中勳十一段高雄報導 康瑞颱風來勢洶洶 今天我們的氣象主播 也被大家問到煩了 到底會不會放颱風架呢 不只新聞從業人員很關心 又來告訴社會大眾 同時呢 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也為放不放颱風架而頭痛 先前北部就被質疑 山陀兒颱風的時候 多放了兩天颱風架 現在行政院長卓榮泰 希望能夠預報更為準確 要求氣象鼠 在颱風期間晚近9點 要多加一次的風雨預測 讓縣市政府呢 可以到9點之後 拿到最新的數據 做出颱風架的決策 不過台北市長賈王安卻表示 他們依舊會按照慣例 8點宣布停班課資訊 就算立院質詢 只有兩個半小時午休 行政院長卓榮泰 也要新增行程到氣象署 因為中台康瑞逼近 房台交通整備不敢大意 在鐵公路的部分 尤其在邊坡的部分 我們都有做告警系統 前兩次颱風造成了一些 質疑的問題 他們的政政委員會來解決 收回記取教訓 因為上回山陀兒行進詭異 外界質疑氣象 預測失準 導致北部多放兩天颱風架 要避免失誤再發生 除了晚間七點風雨預測 卓奎建議氣象署晚間九點多一爆 縣市政府可以等九點後再決策 九點的那一爆的話 我們可以用更新一點的資料 大概用八點的資料 所以當然它就有可能 有更新的訊息 原則上在八點對外來宣布 最晚不會晚過十點 中央地方嚴密監控區公所也超前部署 好可以看到旁邊這個山坡地 就是上次山頭颱風來襲的時候 造成整面山坡地是崩塌的狀態 現在這個區公所已經有了加固的防護措施 就是要在這次的颱風來之前做提前的整備工作 我們透過這一次也跟比較多政府單位建立管道溝通 那之後就是持續的去勘察 金山災後重振才剛告一段落 中台康瑞接力報道 壁潭浮痛橋也預防性撤離 北市則隨時管制水閘門 不過上回因為雙倍管制時間不同步惹來民怨 康瑞增胖ING中央地方嚴陣以待 TVBS新聞李國正成員 SG小組台北從報導 而您還記得台美颱風嗎 離開台灣之後在南海徘徊 又在海南島登陸 在當地造成了慘重的災情 當地發布了暴雨的紅色警戒 市區很多馬路被淹 民宅泡在水中 中小學也宣布全面停客 海南三亞天空一片灰蒙蒙 暴雨下不停 馬路大淹水變成河流 就是已經飛加了一半 飛加湖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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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宣布停客 像是兩點多 三點吧 到什麼地步啊 最像是在大火 然後三四點的時候 好像到這裡了 到脖子了 兩米了 現在你們家是一層樓 已經是 什麼都壞完了 三亞許多名宅泡在水中 居民無難又水桶清理 消防人員也忙著救援受困民眾 之前已經救了將近三十來個了 目前就是那個路口积水 他們人出不來 水深多少 現在水深大概裡面 可能還有一米多 今年第20號颱風 潭美的影響未完待續 今年第21號颱風 要提前做好防災準備 美國總統大選已經進入了倒數計時階段 可是現在在多個搖擺州 民主黨的選情跟共和黨呈現了焦灼 當地的台僑認為如果川普當選的話 美國可能不會保護台灣 但是有人認為台灣自然而然 也有產業所堆積起的細頓 而美國為了自身利益 不得不也應該要保護台灣 來看看我們的TVBS特派記者 彭惠雲 鍾英倫的一手觀察 距離美國總統大選的投票日 倒數不到一週的時間了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美國的芝加哥 在這邊亞裔選民 大約是佔總體人口的7%左右 而這些關鍵少數 這一次又會做出什麼樣的選擇 芝加哥向來是民主黨的大本營 在這裡長大的台灣移民第二代 要扭轉的是亞裔對政治冷漠的 刻板印象 我沒有說支持誰 可是至少應該去投票 Richard的父母都是來自台灣 對於這一次賀錦麗與川普的對抗 他認同民主黨的價值觀 人權跟說安全制度 然後我知道川普來講 他這一次完全不在乎說台灣的安全 但是這次大選兩黨唯一共識 就是打出抗中大旗 對台灣來說又該怎麼解讀 因為台灣有現在就是台積電的晶片 我們台灣自己講我們是有細頓 是對的 可是這就是我們首先要做 對台灣外交政策 也都持續模糊 川普的政策 有很多關注於 美國和中國的交易交易 但是也不一定是 對台灣的很合理 第二次特朗普的政策 會對中國和台灣的不合理 這是對中國和台灣的方向 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 日前公布一份民調 美國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度 降到歷史新低 同時也有另一份民調顯示 有超過51%的美國人 支持兩岸維持現狀 但也有58%的民眾 不願承諾派遣美國軍隊協防台灣 這一次大選結果 很有可能為美中台關係 投下新變數 TVBS記者彭惠雲中一輪 在美國芝加哥的採訪報導 好 確實喔 就成如新聞當中分析的是 現在美國的選民呢 不僅看的是 川普與賀錦麗針對內政 要如何解決通膨 槍制問題 族群融合 還有移民等棘手的問題 同時呢 對外關係方面 美中台關係到底要如何處理 而台灣呢 在未來的美國總統領導人 會被視為是棋子還是盟友呢 所以我們就想問問 線上的觀眾朋友 您是怎麼看待這兩位候選人 是比較看好賀錦麗會勝出的 麻煩在留言區幫我們寫下1 那麼如果看好川普的 麻煩幫我們寫下2 與我們即時互動了 不過其實美國的選舉倒數計時 部分地方呢已經開始提前投票 但也出現了選舉的亂象 在奧勒岡跟華盛頓州接連傳出的投票箱 居然被人縱火 數百張的選票被燒毀 而警方研判這兩起縱火有關聯性 引起了FBI的高度重視 已經介入調查 投票箱竟出現攪黑破洞 美國奧勒岡州波特蘭的一處投票箱 在週一凌晨起火 好在只有三張選票受損 但是華盛頓州溫哥華的票箱 就沒這麼幸運 兩地被縱火的投票箱距離只有24公里 溫哥華的票箱被燒毀數百張選票 抽到地上留下灰燼 波特蘭警方從點火裝置判斷 兩起火災有關聯 我們的警方快速決定 有一個燃燼器 在投票箱裡 這就是燃燼了這個火 不僅如此 月初也有投票箱被燒 嚴重破壞民主進程行為 美國FBI介入調查 後警力跑到密西根州半導體工廠 大讚美國經濟要抓住勞工的心 你瞧瞧他跟他的朋友 他的壹蛋友友友友 他還要收到大壹蛋友 他沒有在工作工作 或在工作工作 另外民主黨催票期歐巴馬 在賓州造勢 猛攻川普造勢場 嘲笑波多黎各是垃圾島的言論 如果有人不尊敬你 你不必選擇他們 川普反指歐巴馬的太太 密雪兒超級討厭他 每选倒数一周 川普贺锦丽激烈攻防 就怕出现极端政治暴力 TV新闻综合报道 好我们感谢观众朋友 在我们留言区留下 1.觉得贺锦丽胜算高 2.川普贺锦丽胜算高 与我们互动凯王 还有搭搭洋呢 分别表示比较看好川普 或是贺锦丽跟我们上周的 这个留言互动看得出来呢 上周原本一面倒都是 觉得看好川普的 不过现在呢 大家呈现五五波 也确实哦 这个美国目前摇摆州的民调 民主跟共和党呢 是呈现胶着的 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这个民主党的拜登执政包袱 都一一被很多中间派的选民解释 特别是通膨呢 侵蚀掉他们的薪资跟收入 另外一方面呢 还有移民在竞争工作 这也使得让民主党的执政包袱 越来越显得沉重了 那我们谢谢这个Chester Sun 帮我们刘二是看好川普 还有CSEA也是二 还有陈诗敏 以及Super Tomato 他觉得比较看好 贺锦丽刘一 那么谢谢大家 跟我们参与互动 而再来我们要带您看到的事 其实呢 接下来就要迎接最后选前的冲刺阶段了 所以民主共和阵营呢 纷纷使出浑身血树 民主党这几天请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大咖好莱坞明星来震台 同样的共和党呢 居然请了脱口秀演员来献身 结果他居然嘲笑波多黎各是垃圾之岛 来招致是否歧视了拉丁裔族群呢 最后也被团队火速切割 而川普的副手范斯也献身威斯康星造势 要选民幽默一点不要太严肃 而他也在podcast采访上特别提到台湾的议题 他说印太地区的稳定 会比支持恶物战争的军援来得更重要 川普副手范斯到威斯康星造势 在台上要选民别那么严肃 多点幽默感 就是因为先前川普纽约集会 一名喜剧演员歧视波多黎各的言论 招来批评 而范斯在美东时间26号 接受节目专访时提到台湾 声称台湾在全球晶片生产中扮演关键角色 对美国而言印太地区的稳定 以及支持台湾 比军援乌克兰来得更加重要 事实上这并非第一次台湾两个字 出现在范斯的演讲中 今年8月范斯到北卡 造势主攻国安议题就曾提及台湾 面对激烈选情 过去立场倾向民主党的华盛顿邮报 打破36年惯例 今年不再为总统候选人背书引来不满 原本挺贺锦丽的草稿都已经拟好 却收到老板贝佐斯指令突然喊咖 贝佐斯周日发表一篇标题为 美国人不信任新闻媒体的文章 内容提到这全是内部决定 没有任何形式的交换条件 而之前遭到美国司法院警告 可能触犯联邦法律的马斯克 现在直接遭废诚检察官起诉 根据CNN报道 起诉马斯克的检察官是个民主党人 他认为马斯克发送百万美元的挺川行为 显然在试图影响选民的抉择 暗示参选乐透彩的选民应该要怎么投票 TV新闻走不到 美国总统大选撼动全球 川普对决贺锦丽 TVBS新闻网总动员 主播叶家荣 彭慧云特派记者明家辉 直级开票现场 专业分析台美中关系 YouTube Facebook Light Day六小时不断电直播 及时与您互动 锁定TVBS新闻网 决战白宫特别报道 再来大家观众朋友关注到的是 日本的横须和军港 这是每日都有海军进驻的军港城 由于每日的这个基地存在 也让当地从民生经济到美时 充满浓浓的海军风情 来看看我们的特派记者 郭展玉刘立成的报道 用炭火烤着纯牛肉拍出来的汉堡排 再煎个培根 放上葛宫索拉起司 最后再和生菜 番茄以及洋葱圈 堆叠成美味的汉堡 这是日本横须贺名物 欧巴马汉堡 这家横须和的美食餐厅 卖的可不只有欧巴马汉堡 从雷根以后 美国历任总统 在这里都成了汉堡餐点的名字 因为横须和 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母港 所以在这里的商店街里 可是满满的美国风情 而且和冲绳的驻日美军不同 因为横须贺这个人口 只有37万的日本小镇 不只有美军基地 其实也是海上自卫队 在东日本的母港 日本两艘侵航舰之一的出云舰 目前就停在横须贺基地里 而且在港湾的对面 就是美军第七舰队的神盾级驱逐舰群 作为日本围二 同时存在日美军舰的军港城 横须贺当然少不了海军料理 我眼前的餐盘 就是日本海上自卫队 横须贺基地 在每个礼拜五 会提供给队员享用的晚餐 而事实上他们现在 是跟当地的餐厅来进行合作 让这个餐盘 变成横须贺的名物料理 不管是海上自卫队 还是美军的第七舰队 他们的存在 从美食到生活 再到地方经济 正方方面面 影响着横须贺 TVBS新闻 刘历成郭展玉 在日本横须贺的采访报道 不过有的时候呢 观光公寒 也会让当地的居民不堪其扰 我们可以看到南韩这边 著名的寒屋聚落 也就是他们的传统建筑 建筑北村 寒屋村呢 11月开始要事半宵禁了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观光客在这里拍照 喧哗 早就让这儿的居民不堪其扰 决定呢 从每天下午的5点到隔天的10点 都会禁止这些特定的区域 那么为者会罚款 观光客穿着韩服 在古色古香的韩屋前拍照留念 这里是首尔知名景点北村 但未来想一度北村的夜色恐怕很难 但是居民们在风险和垃圾 在垃圾井噪音问题 更有游客不禁允许 甚至闯入居民住宅 当地居民不断捍卫安静的居住权 首尔政府决定限制游客的入村时间 不过当地店家认为 这样的措施过度限制当地观光 担心游客到最后都不来了 因为首尔大学附近商店街出现这种情况 街头可以看到多间闲置的空店面 由于高通膨和利率的上升 小店无力支付租金 只好另寻他地 根据南韩房地产厅统计 今年第二季新村和黎大 孝新商店空置率创下2015年来最高 TV新闻走吧 台北内湖金船砍人案 神兆黑衣男子戴着安全帽 在机车旁整理纸箱 突然一名平头男从人稀道走了过来 先用手推了他一把 还把纸箱弄倒 下一秒竟然拿出刀子 就往对方的腿部刺两刀 吓了他忍着痛往最近的饮料店里冲 平头男甚至追了上去 发现人躲在店里面 这才离开 救护车紧急抵达现场 被寒人坐在地上表情痛苦 双脚都有刀伤 需要搀扶上担架 没多久抵达三种 现场拉起封锁线 饮料店里地上血迹斑斑 有人冲进店里求救 可把店员都撒坏 台北内湖路一段相当热闹 周围都是店家又有住户大楼 二十九号下午一点多 竟然发生持刀砍人事件 警方调阅监视器后 立刻锁定嫌犯身份 砍伤人的就是二十二岁的理性嫌犯 他公称走在路上遭到被害人呛瞎 对方还做事拿安全帽要打人 他气得拿出随身 携带的折叠刀回击 而他是辖区内的头痛人物 警方马上就到家中等他 但理性嫌犯在犯案二十分钟后 自行到派出所投案 看到可能有一些武警 他们拿着电击枪又拿盾牌 我们才知道好像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讲到这些事情都有点在倒汗 到底是不是随机犯案 还是真的有发生口角 警方都还要再理清 不过互看不顺眼就持刀砍伤人 也让附近的店家吓得头皮发麻 TVBS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世界赛大鼓祥平带伤上阵 前一场道磊不胜左肩半脱臼的大鼓 打破球迷疑获上场啦 道琪和洋鸡世界大赛第三站 遗失洋鸡在纽约的主场 第一局大鼓队友超给力 Freddy Freeman敲出一支两分炮 大鼓获得保送上磊带道琪先持得点 不过在三局上大鼓挥棒失误 四局还遭到三阵 虽然挥棒没有问题 不过大鼓带伤上阵 可能是为了要贴扎固定伤处 除了上打席之外 大鼓左手都是抓着胸前 呈现L型姿势 道琪总教练罗伯斯就说 大鼓不舒服的感觉打鱼疼痛 目前暂时不会尝试倒雷 尽管杨基靠着Alex Verdugo 在九局下敲出炸裂两分炮 追回两分 不过最终人以二比四 输给了道琪 今天球赛还有另一个亮点 请来曾经率领杨基 拿过五座世界冠军的传奇球员 Derek Jeter开场全场嗨翻 道琪拿下三连胜率先听牌 也距离队史第八座世界大赛冠军 越来越近 体育月新闻走不倒 来看看十二强赛棒球先发内容 希望这次比赛 我们能够有好的成绩 然后打进东京 世界十二强棒球赛 台湾队阵容一字排开 将在大巨弹展开为期十一天的集训 五大先发野油谱 女美好手林玉铭扛起王牌 还有黄子鹏 陈柏青 江国豪及郭俊林 首场交手韩国队 外界看好林玉铭单纲先发 曾总表示还要观察 希望就是假如 假如真的丢第一场 或是哪一场都好 就希望可以把自己的功课做好 尽管林玉铭过去三年都在美国打球 十二强他面对日韩打者也有信心 去年他在杭州亚运出赛两场 首战小组赛投出优值先发六局50分 好表现大家有目共睹 这种杯赛要进入第二阶段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包括经典赛也是 那希望我们这次可以就是 在第一阶段有好的收获 事实上角落内野人选是否足够曾引发担忧 看名单内此次代七名内野手多数都是中线 包含江坤宇 岳东华 李凯威 张正宇 林立 一类只有朱玉璇三类也只有潘杰凯 曾总也有打算将以中线来替补内野 这边是希望说能更有机动性的一个去 让教练团在调度上面更灵活 那所以说我们在中线上面选择了 二至三位的一个选手 29号仪式会长蔡奇仓现身勉力国寿 还准备加菜金未劳 包含10位教练28位选手及一位随队选手 后勤团队一人一份总额50万 还近期帮陈冠宇庆祝34岁生日 目前除了集训之外 11月2号3号台湾队还要出战 杰克队交流赛为12强热身 先发投手亮牌 分别由台岗雄英 陈柏青 富邦汉将江国豪出战 曾总透露林玉明也有安排登板 实际还要看比赛状况而定 琼迷等不到12强 可以先看交流赛为台湾队加油 TVBS的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华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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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